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叫张赫,来自北京赛区。 张赫是北京人吗? 不是,我是谁样人。 你通过到北京去参加赵慶兰的比赛吗? 对,我一直在北京工作。 是做什么? 我之前也是做艺人的。 那怎么会想要借同样的这个舞台? 因为已经是你,怎么会想要在这个舞台呢? 就是通过朋友吧,直到有这样一个比赛,然后开始了。 我看到评委,有伟中哥,有Coco,还有韩红老师,还有黄晓明。 然后我觉得评委对我来说是一个吸引。 有演戏方面的,还有权威阶的制作人, 还有小时候很喜欢很喜欢的歌手,就是Coco老师。 所以我想过来比赛一下,看有没有好的效果。 在比赛过程中,特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? 挺有趣,我第一次导师海选吧。 然后表演完了以后,韩红老师就问我要不要穿军装。 当时其实我脑子已经停了两秒, 就感觉突然自己想到穿军装怎么样。 然后去的时候,我觉得我的歌路可能韩红老师不够喜欢, 但没想到韩红老师是第一个说对我的表演的认可, 然后感觉很意外。 那自己叫我想Coco会说什么? Coco老师就说我应该把肌肉练得更好一点, 然后更自信一点。 他觉得你还不够自信? 对,还是不够自信的。 那自己不是一个艺人的身份吗? 为什么还是没有那么自信? 其实你将其他很多的选手来说, 应该是已经是很突出的了。 是,还是说因为太久离开舞台了吧。 没有那种在舞台上的状态, 要慢慢找回来。 所以可能就这一份想法吧, 会成为心里的一个框架,一个枷锁吧。 可能慢慢打开它就会好一点。 因为之前也是女人在说, 为什么就是还是想要再回到女人呢? 在机场上再见到女人呢? 因为就是我从小就是学的唱歌, 然后我从很小时候就想把, 这个当作自己一辈子的职业吧。 就歌手也是职业嘛。 就说想一辈子从事这个职业, 就是不放弃吧, 就不想放弃。 那天唱的什么歌? 我那天唱的是 《You got a bed》和《翅膀》这两首歌。 你会挑这两首歌吗? 那一天, 《翅膀》是我一直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。 然后, 还是觉得, 来的时候有个初衷嘛。 就觉得, 其他的队员们好像都有的是做服装店啊, 有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 然后, 离音乐这个道越来越远了。 然后, 也不够有奋斗的动力吧。 我想说, 我当初作为他们的队长来说, 我站出来, 我告诉他们我还行, 告诉我们还行。 所以, 我来做这个比赛, 然后, 唱我们当初一起喜欢的这些歌。 然后, 给他们看一下。 这样。 对, 对, 是的。 对啊。 你将来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? 嗯, 我将来规划, 因为唱歌是我一直的梦想嘛。 然后, 现在我来参加比赛, 先想把歌唱好。 如果, 可能的话, 以后想要有自己的, 嗯, 一个专辑吧。 就是说, 因为内地的跳唱的歌手啊, 也蛮少的, 做快歌的歌手也蛮少。 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吧, 给丰富一下内地的歌坛嘛。 呃, 多做一点快歌出来, 让大家很欢快的那种歌。